選舉模範生是說國文或者英文成績要70分以上 數學要幾個 這兩個都要滿足 都要對 你才能夠是模範生 現在有一個小文 國文65分 但是他已經知道他不符合這個模範生的資格 請問哪些 對 那他這個65分 能不能說這一定錯呢 不一定啦 因為是或啊 如果且這樣他就錯了 或的話 如果英文70分以上 他就會對了 對吧 所以他這個 如果他70分 英文70分以上 他才會對 但是已經知道他是不符合的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對 那這個就要錯 所以他如果英文70分以上 那他的數學就不能及格 然後做這裡 他就會滿足這個條件 但是實際上你已經發現他不符合這個條件了 所以這兩個就是要有一個錯 要有一個錯 那所以呢 未達70分或者數學不及格 對不對 一定要有一個錯 要有一個錯 所以這1是對的 那有沒有說一定英文就未達70分呢 不一定 或許他數學不及格 但是英文70分這樣也沒有用 因為兩個都要有才可以 所以你英文70分以上 但是數學不及格 你就會不符合資格了 所以他有可能是因為數學不及格 但是他英文有70分 所以有沒有說英文一定不會達不一定 那第二個有沒有說數學一定不及格 那也不一定啊 或許他是英文沒有達70分 但是他數學有及格 那這樣也不行 因為他這兩個都沒有達70分 所以這個就那個了 所以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英文沒有達70分 但是數學不及格 所以這個沒有說一定不及格 這樣也是不行的 不符合這個資格 那英文70分以上數學不及格 這是有可能而已 但是不見得要這樣 就是說可能英文沒有70分以上 那數學及格 這也有可能 所以不見得對 是有可能這樣 但是不見得對 那英文未達70分數學不及格 這也不一定 不一定兩個都要 對啦 所以或就可以 好